现在模特陈以廷现在被网友批评说是差很大 不过呢不可会言的 他拍了这支广告之后除了爆红 那么也让这一家游戏厂商也就是华裔的股价反而一路的飙涨 现在呢华裔的市值还暴增三亿 那么现在同样的推出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游戏厂商啊 说呢要来找另外一个美女来跟陈以廷PK了 这个美女是谁呢 就是台大13妹 也就是台大13名笑话之一的叫做杨依妹 来扮演的这个样子呢叫做蜘蛛精 说呢是要用蜘蛛精来PK陈以廷所扮演的女悟空 大家要来比一下谁才是标谷女神的宝座 这些用出好身材 台大13妹杨依妹一身蜘蛛精装扮淡眼电玩游戏 和唐嫂到阿K一同取经 碰巧和另一支广告 陈以廷化身孙悟空题材相同 抢装宅奶女神宝座PK意味农 其实现在这么多女神呢 对我来讲永远的女神大概还是只有妈作而已啦 所以我不会想要请我女神放在桌上来拱啦 展现高EQ转移话题不过数字会说话 陈以廷代言的华裔游戏 自从西游记广告引爆话题股价一飞冲天 不但19号的涨幅来到5.41% 其实从NCC13号宣布广告禁止白天播出之后 股价立刻从26.95标了两个涨停板 18号更是来到31.05% 涨幅17个百分点 短短7天公司市值暴增生意 年贯港商选代言人要选标股女神 那我看她的履历 我就说她可以接她吗 顶着台大国七七的高学历 23岁的杨姨妹投资眼光独特 把清权收入拿来买法派物和基金 其他通通定存 高雄还有在屏东的一些 感觉上有一些成长空间的地方 那是做法派物的一些投资 主持教学工作买党 这回又以六位数价码当游戏代言人 看看现场美光灯闪不停 厂商花小钱找标股女神 冲人寄也冲野鸡 东西产生新闻 许静荣蒂威 台北报 感谢观看